未來一定有很多的變化 但是我們還是要比較平常心的來看待 就是一波一波的 一波一波的我們自己的解決 那我們自己不要亂跑就好 市長 因為這樣子的新冠變異的關係 所以有要考慮採買第二代的疫苗嗎 當然 根據科學的證據 也會做這樣的考量 那也希望在國內的疫苗生產之後 能夠自己有相關的一個 針對AE性病毒的一個維發的能力 部長 前天有說今天會宣布AZ疫苗擴大施打 你今天有要講嗎 對 我們當然會逐步的來擴大施打 那想問一下就是加拿大科技術 對一下提打AZ疫苗 我想當然一方面在歐盟或者WHO 也對這件事情有做出一個科學系的一個判斷 但每一個國家根據他們一個國旗跟人民的需要 跟他們的建議 都做出一些不同的一個結論 但目前他們只是一個建議 還沒有開始 今天台北市長柯文哲他說 要打辦公間量力會有特別才可以助益病房 我想我們大概長期在台灣裡面 我們一直追求的是一個健康平權 醫療平權 這時候我們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努力挖入方向去做 國前一門已經在結論上 對 差不多了 所以在跑公文 對 最後 這是什麼時候會定案 那看這個最後的細節的一個談判 不過基本上已經是確定了 另外流感疫苗上的4萬劑這方面會爆笑 這不會 我們還是要呼籲 尤其是有相關的一些慢性病 對 或者是一個高低的 能夠還是要提早才能切種 雖然我們在60以上的切種 已經發生52.5的一個目標 我還是認為是能夠切種還是比較好看 部長AZ擴大施打什麼時候會開始 可能應該下禮拜吧 他急著又會跌成優勢的程序 很棒 不錯